布林肯和秦刚谈到什么 五个半小时 秦刚说双方应该不折不扣 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共识 推动两国关系 只跌气吻 重回正轨 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 更是中美关系最大 重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直接点名台湾问题了 在这边我也直接请教蔡正元委员 就这一次布林肯会见秦刚 两个人一谈谈了五个半小时 谈出了什么实质的成果吗 那么同时在台湾的问题上 已经抛出了大家很关心 但中美关系如果和缓的时候 台湾会不会成为代价 中美这一次的北京之会 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观察得到 就是和缓 但是和缓到什么程度不晓得 第一个他跟秦刚见面 秦刚有摆出了一些主要的议题 而且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 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足够的新闻稿 或者讯息说布林肯做了什么承诺 接下来他见了王毅 那王毅是接见 为什么 因为王毅的身份 相当于副总理 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那这样子的一个接见 他的位阶比较高嘛 所以接见 那接见接下来 更重要的是什么 马上的习近平主席 要来接见这个布林肯 那我昨天在一个节目里面 我就想说 我想看看习主席怎么训斥布林肯 你用训斥哦 训斥布林肯 他都训斥过这个杜鲁道了 对不对 你搞什么气球间谍事件 你搞什么这个 搞了一大堆干什么 当然很多事情不能归咎于布林肯 但是他是国务院国卿 比外交部长位阶还高的 他们也带有这个 美国总统秘书长的这种功能 在这里面 所以现在同时见到三个人 那就表示 跟秦刚谈的没有重大的争吵 大概如果重大争吵 秦刚不可能请他吃晚饭嘛 搞不好摆个便当 两家自己就解决了 鸡腿便当很便宜嘛 他没有嘛 还陪他吃个饭还不错 那跟王毅这个 王毅这个推荐他的时候 看起来气氛还可以 还行 而且王毅讲的 好像布林肯也没有回话 没有回嘴 对 所以布林肯谨慎小心 怕回去了以后 有些虎视眈眈的反对 派了议员 可能盯着 回来以后的布林肯 要给你修理的金属属 金属属 那接下来就是看看 待会习近平主席 怎么训斥布林肯 训斥是我的用语 我知道习主席一向很稳重 那有时候很客气 可是有时候话中有话 习主席要听出他话中有话 看到有没有训斥 这布林肯 我等着看 那看布林肯回去以后 美国很多的国会议员 又怎么样的教训布林肯 所以拜登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 有点左之右处 很明显的左之右处 他一方面要配合华尔街 那些大老板们都说 中美关系不要这样弄得这么僵 中美关系稳定的话 全世界才会稳定 美国才会有好反转的机会 然后华盛顿的那些政客们 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是缴税的 华盛顿是花税减的 所以两个角度不一样 他会教训布林肯 一显示他的威风 所以这场戏 现在已经开始看到和缓了 但是习主席讲对了 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希望美国人民看到今天的 这样一个和缓的会面 能不能使得他们美国人民 比较相对不受华盛顿 那些政客的善动 可是布林肯访问北京 这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吗 因为外界的指标都放在 习近平见不见他 当然是因为表示说 你跟秦刚谈的还可以 那你跟王毅谈的 好像也六十分过关 所以这个时候 习主席当然会接见他 像昨天我们在判断 在赌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说会接见 我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秦刚陪他吃饭 如果不高兴的话 真的塞两个便当给他 上一次在安克拉治 不是大家吃泡面吗 是 对不对 那没有让他吃泡面就不错了 所以吃什么是指标 不是观察重点 外交有时候从细节里面去看 刚开始我很担心 没有红地毯 是画红线 红线听说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不是说你不要给我踩红线 不是这个意思 刚好那廷近平有红线 真的跟这无关 但是没有红地毯 而且接待的规格是差不多 没有特别的提高 那个规格是接待其他国家的 外交部长的规格 照到底美国国务卿应该规格 再稍微高一点 但是大陆也没有 如果他今天派华春莹出来的话 那规格就比较高 因为华春莹是助理外交部长 当然大陆的名字很怪 他叫外交部长助理 这些就是助理外交部 英文叫助理外交部长 所以如果华春莹出来接待的话 那规格会比较高 那这个是跟接待那个什么 南韩外交部长 那个差不多的 跟日本那个什么 那个外相差不多的规格而已 美国耶 他自如我是比日本跟韩国规格高 可是大陆也是一视同仁 那就表示说刚开始气氛冷冰冰的 可是经过谈五个小时以后 哎呀两个年纪这么大的男人 谈五个小时挺辛苦的 真的 所以这个 还如果陪他吃晚饭 我表示说 美国方面一定有做出相当大的让步 好 那我们就再继续关注 不过在这边还是进进请教委员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在十七号的时候 也有特别表示 相信布林肯此行能够缓和局势 希望未来几个月之内 能够再次见到习近平 所以这一次撮合接下来的习拜会 机会增加那么一点点 不然应该已经确定了 这次会议就敲定了 就会转向敲定 布林肯来的就是说 第一个要呼应 这个大陆上的对台湾问题 你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你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习拜会嘛 总不能说 到了那个APEC的时候 两个人皱下来之后 干个杯以后 就是你吃我的饭 我完全不交谈 那也不可能 要不要另外的开个会 我觉得这个时候机会就很高了 很高了 因为两边毕竟有很多重大问题要解决 国防部长都不见你 军机都这样超近 给你大的困扰 所以双方的冲突指数正在升高 连那一百岁的老先生 季辛吉都紧张得要命 在布林肯的推特底下说 请中美关系改善改善改善 对不对 老先生三经八年不睡觉 都这样留言 那你说美国有没有一些比较 有事之事 有影响力的人 包括那个谁 比尔盖茨 包括基辛吉 你别看他们 平常不发威 在关键的时刻里面 这些人对美国社会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没有错啦 因为美国政客 包括这个拜登 要竞选连任 一要选票 二要钞票 那选票就出个嘴乱 散动 大家愁中 愁中就有选票 可是没有钱做电视广告 做网路广告 那一笔很大的钱 要靠华尔街坚 华盛顿是没有办法拿到钱的 那如果华盛顿这些华尔街老板们 心里不舒服 酷克不舒服 对不对 马斯克心里不愉快 然后那个 那个谁 比尔盖茨 那些一大堆人 准备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些人 拜登得罪不起啊 拜登自己很清楚 不止拜登啊 连川普也是一样 川普昨天晚上 我在看他在那个什么 South Carolina 在演讲 他这一副那样 吊啷 要是我当美国总统 我保证 这个我跟习近平交情好得不得了 他是什么 他中共同路人 对啊 什么 对啊 我说美国气氛在转变 而且当然他指责说 拜登就是笨 就是笨才会把这个 恶务关系搞砸了 把中美关系搞得不好 那要是他当美国总统的话 普丁马上不会打仗了 他讲得大声都不得了 对 那现在美国对于和平的要求 甚嚣尘尚 现在川普已经代表了一个反战 要求和平的一个力量 而拜登呢 被扣上战争患者 他怎么选联论 是 不可能 没有人捐钱给他 好 所以委员 那就是在你讲的中美关系 和缓的气氛之下 那台湾 现在是在做梦吗 还是有人在做梦吗 共和党的很多的众议员 联名致函给布林肯 呼吁布林肯 依据台湾旅行访 加访台湾 除了展现拜登政府 对台湾承诺 凸显美国与盟友 见面都不需要 北京同意的信号 这两边有两个意思 一个共和党本来就是 无理头 只要找到地方可以修理民主党 他一定找 而且共和党有不同的派系 左中右 这个算是比较 比较极端一点 只要看到民主党就想丢石头了 这些议员 当然就是找你麻烦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顺便去访问台湾 你不访问台湾 表示你不是台湾 跟你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些一定会给他添麻烦 但是 其中有第二个原因 有一个部分 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民进党政府在执政这几年 在美国建立一种 台湾的选举盟式 就是把FAPA 把很多的台独团体 很多在大陆在美国经营有成的 这些主张台独的台湾人 分选区 董哥你负责这几个议员 然后恩秀你负责那几个议员 他们选举的时候 你要去拉人 你要去赞助 你要去要去帮推法案给他 他不了解台湾 要把他拉到台湾来访问 钱都是我们纳税人出的 反正花我们纳税人钱 民进党也不会手软 所以是这种装脚围攻式的 盯住很多的议员 所以到时候 请他们去联署了 一般来讲是说议员找议员联署 他们不是 就直接的找这些 他们称作台独工作小组 是我取的 台独工作小组 在每个选区里面 去找他们议员联署 然后再定成一本 不像我们台湾联署是同一张 他们不是 他们个别联署定成一本 所以有这种动作很正常的 因为蔡英勇这个时候也发的很威 不让这个布林肯很顺利 不过当然 看AIT开不开心 AIT如果不开心 就会去教训蔡英文 那AIT如果 现在觉得可能政党轮替 他这个位置也不太保的话 他就会关风向 不过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针对台海为基 一直兵推兵推 不断的在做 美国日本 现在还把台湾拉进来 三国兵推 要演你协同作战 这是台湾第一次加入 日本智库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秘书长近日访台 7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台海为基 非官方兵推 模拟必要时候的协同作战 将会有台湾的人员一起 这是第一次美日台兵推 要模拟大陆对台封锁 以及大规模进攻当时的情境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也就是全球有事 这样的一个认识 行政院长陈建仁说 对于所有的民间合作 乐观其成 董哥现在要扩大兵推了 对啊 但是其实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动作很多都是假动作 假动作 对都假动作 然后大家表示说 好像很开心 那其实他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现在全世界最主要的 就是两部分 一个是欧洲的这个战场 一个是中美 对 就大家都在看 那他影响到所有的前级 所以下来 你说现在全世界关注是 是关注布林肯在干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拜登政府 那就是一个美国的立场 这些东西 你本来演习 不管后 真演习后的兵推 他其实是一直始终存在 但你如果仔细跟他观察一下 他下面就要开始改变了 他一定会改变嘛 那改变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拜登还要嫌弃 他嫌弃他要有一个 跟他的对手共和党 不一样的东西 新间美国老百姓在想什么 是要战还要和 当然要和啊 对不对 他们巴不得恶务战场赶快解决 他们给中国大陆施压力 给非洲那些国家施压力 非洲那些国家一堆人 中南美洲大家都还要去现场去拜访 你们不要打啦怎么样 做个样子都是 其实都是美国或中国大陆 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动作 那这动作就是怎么样 就是全世界都希望和平 不要再打了 打的话欧洲最倒霉 西欧这些国家本来很有钱 现在打到大家人心惶惶 对不对 他们要出钱 可是又不能保平安 因为难民一直来 所以你今天看到情况 这个就给很多人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亚洲也是这样怎么行 所以他们北约想说 我要在东京设一个办事处 美国是反对的 不要讲法国 马克龙是一定反对 连美国都反对 为什么 因为他的气氛已经不一样 因为我们认为说美国一定很赞同 因为北约是美国在领导的 结果没有 所以跟我们现在 前一阵子 所有看到的媒体氛围 跟现在又不一样 就一直在转变 跟台湾的嫌疾一样 一直在转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很多氛围改变以后 那所有的东西就会 解缓 就会解缓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你刚刚提到了 共和党有一堆人 他们希望 希望你顺便去台湾 那因为我本来就跟你不一样的党 我出一些蓝蹄给你 跟台湾的一样 台湾我们也是 如果在野党 他也会丢一些东西给执政党 要你去干嘛干嘛 譬如说你民进党反核 那你现在就把核山厂关掉 你反核 核人不是很危险吗 你不是把他讲的都危险 我们不能跟他并存吗 你怎么用了七年 从今天就把他关掉吧 今天好热喔 谁敢讲关核人 是不是 核人还占百分之九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他的整个分类就这样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冰堆 他其实是 给他们自己里面的人 有些人看 日本现在有些人 就觉得 因为有个北韩的因素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冰堆的动作出来 表示说我们很那个 那美国呢 美国跟菲律宾 你看菲律宾现在又不一样 是 摆来摆去 现在中国的金箭都看到菲律宾了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菲律宾前一阵子不是很跟美国 站在一块要对抗中国吗 没有 他想一想还是自己不放心 所以有一些动作 他就是摆来摆去 我们觉得摆来摆去 其实他就是一个世界氛围的改变 简单讲就是改变 那这个改变他说穿的就是美国在前级 美国希望有一个反核的现象 那反核的现象他就很多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商人现在都跟政府参缓掉 对不对 你看到不止马斯克 比尔盖茲 库克 苹果的库克 连卖咖啡的斯大巴克执行长都已经 早早就汽油回来了 所以一桩接一桩 你会发现说整个氛围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厌战是 这是一个天性 没有人喜欢打仗 打仗可能你一下子觉得好玩 可是这个战场拖久了以后 大家都倒霉 因为有死伤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不自由 很多东西就受到限制 那最实际的就是 很多东西就变贵了 因为战争嘛 那石油变贵 天然气变贵 粮食变贵 所以我觉得说最值得观察就是 美国现在的氛围 为什么要再改变 因为嫌疾 那嫌疾你要跟对手 有一些东西是有差别的 要有些不一样 嫌疾就是 我跟你不一样 我会比你好 那这个调子一出来的话 那当然对拜登最有利 如果要我拜登有利的话 就是我可以跟习近平碰面 你看我们两个大国 然后拜登回去就可以自己吹牛 我当面告诫习近平 你不能怎么样 他每次都来这一套 所以习近平这次为什么 为什么延迟跟他见面 就是不太厌疑 我每次都配合你演出 你结果回去还把我损一顿 你不必这样嘛 对不对 他上次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一次 布林肯跟习近平见面 可能习近平会给他说 我可以跟拜登见面 那某些事情我也可以答应你 但是因为对中国来讲 只有一样东西是最真实的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这一部分你不要再去 让台独有错误的判断 认为说你们挺他 这个你只要这条站稳的话 其他中国大陆都比较好讲话 这是实际的问题嘛 所以就是两岸不能分割 这一部分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是问题的核心中的核心 那这个他其实以前强调过 但是你们不把我当一回事的话 那我们就完整了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应该都讲好了 讲好了 对因为拜登至少不像川普 那么讲话不靠谱嘛 川普就是 你有那么暴冲 不暴冲 而且他讲的话都不算话 他跟台湾柯文哲一模一样 川普一模一样 柯文哲你现在叫他讲什么 他都讲都好 对不对 他过去缓和台独什么 他现在通通不要了 是不是他 柯文哲现在所努力主张的 什么惊吓大乔什么 都是他过去所全力反对的 所以他这个人是没有面目的 他就是你们爱什么 年轻人爱什么我就讲什么 讲你们喜欢听的 这就是柯文哲的面目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是 中天新闻云 中天新闻网 中天新闻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